大家好,我姓沈,我是美国的一个神经放射科的卓科医生 我们经常和眼科医生合作,给解决一些临床上的疑难病症 因为他们经常问我在眼睛后边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网上的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能利用我们眼科的神经学影像来为你们提供更好的病人的服务 我这个讲的主要是第一讲我们现在的医学影像能提供什么样的工具 然后回顾一下眼眶和眼周围的一些解剖的结构和病理结构 还能向你们展示一下现在医学诊断成像的能力 就是我们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影像 能有看到多细的解剖结果 你就知道我们,你就知道你要求做这个片子之后 能看到多好 就是不多高估计也不低估计我们能力 就是希望你们就成为一个懂行的眼科医学的影像的消费者 还有简单介绍一些神经眼科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现在我们照S光片吧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神经影像 不是,我们是影像中心 我是本身是神经影像医生 它有做别的好多的那些能力 有S光,有CT,扫描,有超声,有核磁共振,MRI 还有这个介入的这个Angiogram 它们这个血管造影 比如说这个S光屏片吧 一般在眼上面就不怎么用 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它看不清什么东西 只能看着骨头 骨头里头呢 这个人 这个人要做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之前呢 他说以前在那个 干过这个Machine 就是做在机械厂的工作 可能会厂子里头飞的一些血 飞起来的铁血 可能跑到眼睛里头 不知道有没有 结果呢 这个人就做一个S光 S光的眼睛看着咱们鼻子 这是牙齿 这有一个东西 这个小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在眼球里 如果在眼球里的话呢 它在核磁共振做的时候呢 会发热 会有移动啊 怎么样 可能会伤着眼睛 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给这个病人做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在眼球里头呢 还是在眼球外面 侧面照呢 看不清楚 不知道在哪 只能前面知道 它和眼睛顶近 这时候呢 S光就不是那么好了 你要是CT呢 它就能做这么横的结面 大家就知道这个小的Y的金属穴在哪 比如说这个东西 这个叫我给大家定一下这个成像的平面的定义吧 这个是我本人 然后切 把这个 这是我做的一个CT吧 这么切 切完之后 我的鼻子朝前 我的左耳在你们的右边 我的右耳在你们的左边 那个后边 脑子是在那个图像里头 脚是从那个叠视屏幕冲着咱们 这么一个塔 这叫周面 这是这么切的 这是这么切的 这是棍状面 是这么切的 这叫棍状面 coronal 我是习惯用coronal plane和axial plane 还有sagital plane sagital plane sagital plane就是 刚才这是棍状面 coronal plane 这是实状面 这叫sagital plane 这么切 现在给你讲一下这个超声波呢 超声呢 可以在总行动里的手 还是比较有用的 比如说这个病人 眼睛 眼睛后的有只东西 这东西 把这彩色超声 把这彩色超声放进出来 发现了很多血流 彩色超声就专门来这 那个查 它有没有哪个血流的 因为在洞的地方 它能看出来 有洞啊 这就是彩色的好处 结果呢 这是核四空阵 眼睛后边的这个流的 就在这 这是湿神经 这流的在这个湿神经座位 这还是能有用 但是有的时候吧 这个技术员的话 医生经验不足呢 也可能就看不太清楚 比如说 现在我给你们演一个 一个小视频 这个不是眼睛 是一个甲状腩 囊肿里面的一些杂质 颗粒物 像下雪一样的 在那个超声波下面在这移动 为什么移动呢 因为超声波本身 它有一点那个 这个那个 微波罗似的 它有一定的能量往里 往里 它就好像就像一个 助波似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使水里的东西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东西在这 下雪一样的往下走 这边呢 是一个 那个颈静静脉 在人的呼吸的 随着人的呼吸 和静脉变化 但这个囊肿里头 就不是呼吸的变化 而是那个超声波 使这个水样的囊肿里头 一些小颗粒的东西 在这冻 你就能看到 但实际你要是在对你们日常生活的最常用的东西呢 是CTG和核子共振机 CTG也挺快的 你看 这个病人 它不是小脑子 它是小胸部 你看它这扫完之后 这马上出现就出来了 很快 它一憋气 它一憋气 这才多少秒 十几秒 从整个肚子传扫下来了 高清晰度的 所以说这种CT 基本上扫脑子也那么快 所以说人 以前的情况下 你的憋住气好长时间才不动 现在非常快了 一般人都能保持不重 然后照得太清楚 核子共振机就 时间长一点 一般都半小时40分钟 别人躺在里面就听到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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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但是40分钟 这个CT快一些 MRI慢一些 这个CT和MRI的区别呢 就很大的 CT啊 就是S光造成的 核子共振呢 基本上就给你出的信号 有点那个微波的信号 但是它没有辐射 所以说安全 对小孩安全啊 但是它造骨头不像那个CT那么好 骨折呀什么东西 还是用那个CT好 这个CT一般比核子共振那么便宜 核子共振虽然说它这个软组织好呢 但不是什么事都是做的事最好 就不同的例子有不同的那个应用的程度 这是一个我做的一个表 你们过来再慢慢自己看 还有里面的造影业的一些不一样啊 还有历史啊 你们慢慢看 因为我就不在这多说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人比如说换经体 人的就是白内障了 把那个眼球里那个经体换掉了 换掉之后 把这个东西就这么大给小经体 这是人自己的自己的经体 这是换完之后的经体 核子共振你们看到这个东西 CT呢就看得很微 很微轻微 这有一点白的地方 就是 很多人那么白内障换这种经体嘛 所以说很常见 人工经体 Introcular面 这个是那个 给你们介绍一下解剖结构 你们都对这个眼的解剖结构 就要很清楚了 我呢就看这眼睛后面的东西 这眼睛是神经 这是神经啊 就是脑子里的 直接从脑子里出来的那神经 放在眼睛后面 实际就是心灵的穿口 那就是穿口 因为它脑子就在眼睛 后的那层就是脑子 同样的一种细胞 所以说呢 这个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功能性核子共振 那闭上眼睛之后 你就看到脑子里没什么血 一张开眼 马上的血就过 就跑到那个枕部那地方 那血就过来了 那个 要不然怎么说 闭目养神呢 这个闭上眼睛之后 这确实是脑子里 这个不花那么多 所以不那么费力 现在讲的是 使眼睛动眼球呢 有这几个外的动眼睛的肌肉 还有中间的眼神是神经 使神经之后 使神经交叉 交叉完之后再去脑子 所以说呢 交叉之后呢 就是一半是从这个眼睛来的 一半是从这个眼睛来的 所以说 左半球看的是右边的世界 右半球的脑子看左边世界 但是从两边眼睛都过来 后来我再跟你讲 这是指那个眼睛时神经后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Skler就是一个硬膜 它就跟那个脑硬膜似的 就饱腹的一个节目 前面呢 是Retina 就是这个时神经 最重要的 看颜色 看黑白 就是由它来干活 Core也是中间那些血管 来提供血液 来滋润他们这两边的 这么一个结构 这就是时神经 比如说 这人 有一个东西 在这边 在视野的这边 他从 他从这个粉色的劲 跑到这来 你看粉色有点的 这个点的 这个条线过来 和这个 这边绿条线 他们俩最后 和在一块 绿色的 和这点 都跑到右脑 如果在这边 有一个中风的话 这人就 右脑中风了 就看不到左边 视野的 任何人在 左边视野的情况下 他就不意识到 直到中间 跑到右边 视野了 这人才能看到的 就是说那有看 那确实没有看不见 看能看见 眼睛没事 但是 这是 这是一个解剖结构 在这有交叉 有一半的这个神经 就交叉过来 一半不交叉过来 这就是神经交叉 视速 这叫视放射 我呢 习惯于说的英文 就是这些叫 Optic Nerve Optic Chiasm Optic Crack Optic Radiation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小孩眼睛 他眼睛 这是正常的 我们做的 脑有白质的 这个 你能根据 他这个眼睛 这个白质的素 你跟着往后走 比如说这个肿瘤 他就能把眼睛 这个出来 这个视神经 推到这边来了 那推到这边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是把这个 这个瘤切掉呢 他可能还回来 如果把这个 这个瘤 已经把这个视神经 已经切断了 那你把这个瘤切走了 这个视神经也断了 也没有什么 治疗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这个 叫White Matter Tract 脑白质 这个神经素的顶像 会对一些医生 会有好 很有用处 这个人呢 比如说这个 83岁老太的 那个玻璃体出血 和右眼视力减缀 这就是这么切 叫轴状 我从下面往上切 看你眼睛了 这是正常眼睛 这是那个 Length 这个人眼睛后边都血了 就在刚才那个三层膜 两层膜之间 就血了 结果就是出现了 那么一些块 所以我们能看到 它到底在 像这个是 就是 在 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留学 不是第二层 第三层 我们这还能看到好多别的 比如这个 这就是那视神经 好 往后走 到这 这里的就 人脑子里都有 十二对 这个儒神经 也叫脑神经 这怎么排的呢 越高 它越高 那数越小 最高的就是 最第一个出来的 就是嗅觉神经 那狗的嗅觉神经 那很大 那就是 然后再低一点 就是眼睛 神经 再低一点 就是这个 这三个神经 这三个神经 神经号 三四六 这三个神经 就管这个 动眼睛的肌肉 所以说 这十二个里头 就全部三个 就会动眼睛肌肉 还有一个专门的 给那个眼睛看 所以说眼睛 这个用的东西挺多的 鼻子 第一个是鼻子 就是神经 然后之后 还有是动眼神经 把这神经 三叉神经 这很重要 这个有人说 三叉神经痛吗 这就是三叉 一二三 这三个叉 这神经很大 你后来给你指一下 它含很多 很多神经素 控制脸上 这三部分 你后来有人看 有人在怎么脸上 就这块红呢 正好就画着在这 或者经面兽阳智 就在这 它那些血管 就是长的 就跟神经素 一块一块长的 所以说 有些人 你会看到 只是这一块 长一个质 或者某一个 在这个区域 长一个什么毛 是有原因的 这是解剖症结构 还有第七神经 也很大 它是负责 动脸上的 肌肉的 比如说第五 很重要 第七很重要 第二很重要 实际都挺重要 但是比较大的 第七第八呢 第八神经 就是这个叫 听神经和那个 听神经 它又管听力 又管那个平衡 它虽然那个 虽然个儿不大 但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 人经常有晕 或者说有的人 一大声就晕了 声一大 就像打雷似的 它就晕了 那就是说明 在这两个神经很近 所以他们俩之间 会有互相影响 影响 这是八号神经 九号神经 十号神经 这我就不再做响了 还有很多 别的地方控制 比如说现在 我在这边看到 这些神经线 比如说我现在 也是周下面往上走 看这两个神经线 前面的神经线 就是去脸上去的 从这下去 就跑到脸上 控制脸上的肌肉 脸上变瘫了 那就是 只有人家有关系 还有后边这根馅 这边这根馅 就是听力神经 这个像小蜗牛的一个东西 就是专门管听力的 后边这个小 马蹄一样的这样 就是管那个平衡的 这个神经线 就是从脑干 去控制眼睛的 眼睛肌肉 怎么动的 比如说 这五号神经里 还有多大个 好多好多神经素 我们能看到很多 比如说这个病人 叫脑膜缺损 这个眼睛是圆的 正常的 这个眼睛到这之后 出了一块 挖出来一块 从眼睛视神经上 看着这块 出了一块 这就是缺损 你们看到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就是 后面有一缺损 但是并不是后面有瘤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叫脚膜葡萄肿 这个叫 他就是 眼睛有这块 不是圆的 你看这正常是圆的 这块就是 所以说他就这种人 需要特殊眼镜 来把他视力矫正一下 然后那个 比如说这个病人 应该是圆的 这病人 别了 这个那个婆婆给踩破了 这个病人是一个 脸这块有骨折 把这个眼睛 把这个眼球破了 你看这这么多气 跑到那个身体里 就因为他那个 很多很多骨折 比如说这个病人 这小孩吧 18岁 他拿一个小那个气枪 在这打那个子弹 就是他把一个 正常的 一般的手枪子弹 放在两个远远的地方 他冲着那个子弹 在这打气枪 一打到气枪 打断子弹 子弹就爆炸了 爆炸之后 那子弹的那个碎片 就往回弹 弹到了 把自己眼睛给打破了 这就是那个 那个子弹 子弹的那个碎片 这个 就是我的一个病例 还有别的这个病人 比如说这个病人 是那个 他的那个眼睛晶体 去 掉了 比如说这个晶体在这 这个晶体 歪了 他就是这块连着地儿松了 所以你们看到的 就是晶体 挪到旁边去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 看的是这样 也有一个这样的 这个是眼睛 朝前 这个眼睛的时候 往后 并不是说 这一天实际往后看 一个是朝前看 一个往后看 不是这样 就是一个晶体 从这儿掉出来 显着好像往后看 晶体 晶状体抽位 还有别的是脚膜擦伤 脚膜擦伤 我们看不太清楚 因为它很 就是基本上皮肤厚一点 看不太清楚 但也有那个 也有些脚膜 那个晶状体往前 那个 掉了的时候 还有是 晶状体 这个 那个 有那个 盖化 我们都这么看 还有 室网膜炎 室网膜炎 很少见 像这个是一个 艾滋病人 他才得的 这个室网膜炎 正常的是 这样的室网膜 室网膜炎之后 他就发炎了 发炎就是 红肿热痛 又红 又肿 又发热 他就疼 这就是发炎 这个 比如说 这个小孩 叫白虫症 白虫症 就是 实际有室网膜 室网膜母细胞 一生下来没多元 正常的是 红色眼睛 这个人 你看后白色 这个眼睛白色 在这边有一个 这个 肿料 就得把这个眼睛 切掉 我一个邻居家 这个孩子 就是跟我们孩子 差不多 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切掉了 实际是被 在巴拿马 被人家 被美国人的 那个抽养了 抽养了之后 马上就做手 把这切掉 切掉之后 现在就 9岁10岁了 你这没复发 挺好 这个东西 就是切得早了 没事 刚才我说的 眼睛流血之后 就是解剖结构 切开之后 这块是血块 这块是室网膜 都已经存起来了 中间这块是室神经 室神经是说 我们看眼睛 看外界的这些信息 穿到脑子里 就从这儿走 他们这个眼睛 这不是流血了吗 那怎么治呢 就把这层 怎么也得给贴回来吧 这不是分开 剥开了吗 往里注气 可以注气 拿气把它推回来 你要注气 推回来的话 你连着了朝下 对不对 你得让那气往上推 你不能躺着 所以说 那孩子老得 在脸朝下的待着 挺不好说的 或者说 往里注射 你硅胶 把它给 往后把这个东西 给贴回到 贴回到那个 视网膜 后来可能 他得把硅胶 拿掉吧 硅胶油 硅胶油 这个病人呢 也是不同的地方的 流血的 Coroid detachment 它就是流血的 就是这么一个形状 就像一个一圈 这眼睛是这么一圈 不是刚才那个V型的 是这么一圈的 所以我们还能分出来 到这哪层流血的 这个人是 哦 这个人是眼球流血 这个老太太是 那个 可能是因为 是要 要中风了 怎么样 就吃这个 其实血液药 这个副作用 就是有这个地方 会流血 那边这个人 就眼球流流血 这个人是 蜂窝组织炎 就是眼睛外面 那个发炎了 显得很大 很很害怕 实际的眼睛的眼球 倒没性 这只不过就是说 那个肿的 眼皮正不开了 但是眼睛视力 没影响 但是呢 就怕 这个蜂窝炎 就跑到眼眶后边去了 比如说 他这人得了 这个 鼻动炎 鼻动炎之后 他跑到眼球后过去了 那样的话 就可能影响到 这个 动眼睛的肌肉啊 或者影响 你要这边 太肿的话 就把眼球往外推了 就没地儿了 里边这全是骨头的 把它推出去的话 那个视神经就被瞪了 瞪直了之后 也可能会受影 会失明 所以说这个东西 眼阁 这叫Optic Septim 很重要 眼阁在哪 是在这块 在眼阁后的发炎 就得住院 静脉 扛上座 眼阁前 那样的肚子炎 就不需要住院 就口服上座就行 不用什么事儿都那个 静脉 来扛上座 这个 就实际眼阁是很细很细的 你非得到高清晰度 你才能看见 一般来讲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解剖结构 但是会估计到眼阁就在这 所以说什么东西 要在这之前 那个发炎 然后我们就说 眼阁前 眼阁前 阻止远 眼阁后阻止远 很重要 很危险 因为它往后走的话 因为这边的静脉 是没有隔膜的 就是可以往前流血 往后边也能流 那边脸周围的那些 细菌呢 感染就可以跑到脑子里 因为它 这个静脉里 没有隔膜 只可以双向流 而不是单向流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就是一般常见的那个 动物颜 这是不常见的 还有有的人是这个 甲状腺有关的眼睛的得病 甲状腺 你看这个人 多少年前的人 他得甲状腺 那么大个甲状腺 现在很少见了 但是一般得甲状腺人的 眼睛都会突出来 甲状腺的这个 不一定看 不一定大 但是功能性 它是分别太多 但是实际上后面 那个眼睛的肌肉变大 和脂肪也变多 就是推出来的 眼睛是被推出来的 所以呢 推出来厉害的就是说 就会把这个 食神经痪的 都缺血了 有的厉害的话 你得把那个骨头 给打碎一点 打倒一点 好让眼睛能退回来点 别老趁着 就得这么直 当然了 最最最最原始治的 还得治眼 甲状腺的病 你要是甲状腺治不了的话 那你就得给这个眼睛 弄出点地方了 要不然的话 会会失明的 这个 亚状腺 虽然它是全身性疾病 但也可能 一方面 一个眼睛 受影响更多一些 像比如这个病人 它左眼更多来 右边不怎么出来 所以说并不说 这种全身性疾病 一定是两边一模一样 对于左边也可能是 或右边可能会多一些 它当然了 区别诊断 它有别的这些 眼方面发炎的一些 这叫 甲状腺 甲状 好像是有状腺 实际是一种 那个 发炎性的一种 那个病 你要治的话 拿那个骨唇类的治 这些东西 就是比较 专业了 我就不太多说了 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有一个 湿乳头水肿 这个 这个 这个湿神经过来吧 平时的 那个湿神经 和这个 后边这瓶的地方 一模一样瓶 这水肿之后 这个小东西 哎 推进去了 就说 就说明什么意思 就说 脑子里的压力大的 哎 都把这个 湿神经 推进脑 推进眼睛里 所以说 作为眼科医生 你要看到 这个湿神经的 都往外突的话 就怀疑 是不是脑子里 压力太大了 是不是脑子里有瘤啊 或者脑子里有什么东西 这时候就应该 有我们在做 照这个核心症 或者 对 CT 看看脑子里有什么问题 很多情况下 也不是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是 就是胖 这些胖的人吧 这脑 尤其胖的妇女 年轻的胖的妇女 他就是脑子 这个 那个 那个静脉啊 不容易流出血 那个血就出不来 所以他呢 脑子压力就大 压力大呢 就能体现出来 这个 湿神经往后往前出 结果呢 就叫假性脑瘤 原发性 膜类高压 所以说 我们也有见过这种情况 一般这种情况 就是病人一般都不在乎 就是说没什么症状 而是眼科医生看到 就觉得不对 才介绍来照这篇 病人很多时候没事 没有感觉 现在我给你讲一下 这个 那个 冠状面的一些结合结构 比如这是我们的 我的眼睛 眼 湿神经 外的这些 湿的这些肌肉 中间有 动脉 静脉 上面有一些静脉 这么叫 冠状面切过来 你可以看到 吃神经 这个是秀神经 一号 二号 是鹿神经 这有五号神经 一大堆小神经素 整个的一个都是五号神经 这有三号神经 所以说这高清晰度 在那个核子控制的情况下 能看到很多神经 当然了 你得跟我们说 你要想对哪个神经 最感兴趣 比如说你对 第三号神经 我们就在 专门对他照片子 不是说每个病人 照的S光都一样 GT基本都一样 会按钮 会按按钮就行 但核子控制不一样 核子控制得是为病人 这个情况 这位病人的情况 才设计 大部分都差不多 但是会有 每个人之间 会有不一样 照的方法 照不好 那你就解决不了 这个临床上的问题 比如说 那个糖尿病 眼疾病 糖尿病造成眼疾病 一般来讲 查出这些神经方面 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从这解化上看不出来 可能是从那个 可能那个清晰度不够 因为他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样的 就是现在看不出来 可能就是 糖尿病要是控制不好的话 是有问题 刚才我还说过 这是清神经 什么那个清觉神经 能看那个控制脸部肌肉 是那些 Cranial Nerf 7 Cranial Nerf 8 这个呢是讲的叫 释盘玻璃拱油 实际就叫 英文叫做 Optic Disc Drusen Drusen 实际就是这块有两个 盖化点 经常见 但是他呢 坐在眼科上看着 就好像一个白的斑 似的可能会 会感觉 就是觉得有一些 那不对 但是实际并没有 什么临床上的一些表现 而且在我们这常见 看一样的是 可以说就算 没有什么 没什么病 这个小孩是11岁的小孩 临床上就觉得 是不是那个视网膜肿了 视网膜 不是 觉得是那个 视神经是不是肿了 实际不是肿 是钙化 这是正常的 这是钙化 这是钙化 眼眶也可以像腿一样的 那个经脉去照 这个病人 挺有意思 这个 这个75岁的病人 在 2007年9月19号 是照的这个片子 照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不是为了这个眼睛 有什么问题 而是照他那个 多发性硬化病 Modal sclerosis 他来照这个 正好呢 给我们做一个基准 后来过一年之后呢 过四年之后 这东西就快去张了 那么大根 原来是这么小 现在那么大 原来这么小 现在这么大 这边看 这是纵轴 刚才这是那个 那个罐状面 这人在看着我们 这是那个 那个轴状面 原来看不到这个经脉 现在就变成经脉那么大 我觉得就像 动脉 那个那个 静脉曲张的腿 像静脉曲张似的 应该是血 这么流上去 流上去之后 又想往回 根据重力 又想回流的话 这两个半膜之间 碰一块了 就不让血回来了 只是单向的往上走 所以说呢 人在走路的时候呢 这肌肉 一点肌肉啊 在这收缩 收张啊 就把这血给挤回 挤回到心脏里 要不然的话 这静脉血又没什么压力 怎么回到心脏呢 就是就是这个 也靠着人走路啊 要不然人老不走路也不好啊 还有这个呃也是心脏那块 吸上来点 但是你如果这个瓣膜 这个瓣膜不管用了 它又能上 它又能下了 它就曲张了 因为你总是这个重力 还是把这血的水往下之走啊 所以这站的老实在站想台 站时间长了 不也是容易这个 静脉曲张了 所以 那个眼睛这也 可以去到啊 这个是 这个病人的眼睛 那个 看 看不清楚了 visual tooth 右眼睛下来了 后来发现是什么呢 哎 它是这个 右眼的这个 叫多眼 视神经 眼 视神经眼 是这个多发性 硬化病的一种表现 啊 我们能看到 第一 这人右眼正在有炎症 第二 左眼啊 啊 左眼 那个 那个炎症都烧 炎症就好像就像火似的 在这烧是 烧的 以前都烧过多少次了 现在都上不下什么东西了 这个视神经就萎缩了 这个还 虽然是这个 这个正在 这 这急性的发射 这是慢性的话 这已经萎缩了 左眼那个视觉也好 好不了 啊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核子控制的情况下 能知道 这个到底有没有炎症 是不是正在有炎症 以前有没有炎症 能看到一些 当然呢 也能看到这些 那个 啊 经常看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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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脑磨瘤 脑磨瘤 潮件 它不是什么 那个 恶性瘤 量性瘤 虽然量性瘤 但它地边站的 地边多 所以压迫脑啊 它压迫别的地方 像这个 这骨头是应该这么薄的 这个骨头这么厚 因为它这个骨头之所以厚 因为它脑的那个流在那个长到这个骨头里了 这样的话 它把这个视神经给压下来了 不是 不仅是神经往下压 而且连那个 控制眼球动的这些肌肉也往下压 这样的话 哎 要是这个 你看它那么长 慢慢压下来 可能这病人都 慢慢都习惯了 那也 可能病人倒没感觉什么 症状 但是 你看着就明显就 这是正常的 这边眼睛就压下来了 这边这个肌肉就压下来了 这是正常的 比较 嗯 还有这个 这些卢神经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耳鼻喉方面的这些 这些鼻咽癌 鼻咽呢 他们就愿意 这些癌就愿意 就像跟着那个顺藤膜瓜似的 这个藤就是这个神经 因为神经从这出来嘛 从脑子里出来 它这个癌就从外边 顺着那神经就往回爬 爬到脑子里 这就是神经 周围是这些水一样的东西 这是那个脊椎 脊椎液 正常的 这块就没了 这灰不垃圾的 这块正常的 这这个癌就从这个 那个 呃 椎原型孔 从那个从下边进来 往脑子里转移呢 因为这是一个神经被影响到了 连这个神经控制的肌肉 这是这块肌肉 和这块肌肉 和这块肌肉就不一样 因为这神经被压迫 被被杀了 他他他所控制的肌肉 也能表现出来 没有神经 没有神经来刺激 他情况下 那个肌肉也会萎缩 神经和肌肉是一个整体 所以 这个就是啊 皮肤啊 这个B&I的可以从 这个比如说不同的这个 呃 高度工作 这高度工作就是 这些颅神经 颅神经就从脑子里往 往身体 身体外子走嘛 他就可以反正了 利用它往回走 啊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找出来 这样的话 知道这个病人是 可以不可以手术 你要是已经跑到脑子里的话 就没法手术了 就不需要再 再浪费这个手术 应该就决定这个病人怎么治疗 还有很多那个视神经 里他好多脑垂体的瘤 比如说这个脑垂体的 正常的脑垂体是这么大个 没法 他正好在那个视交叉底下 啊 你要是脑垂体有瘤的话 可以推 可以压到这个这个视神经 你要这脑垂体瘤的话 也要不这么直接往下压在中间 也要扎到压到这边 所以你压到这边的情况下 只影响一边的那个视觉 你要是压到中间的话 比如说这个这个瘤 压到实神经中间的话 就这人的外侧看不清了 视觉视野只是这么大块 外侧就灰色就看不了了 所以这个人就好像看东西 就跟那个看在一个那个地道里看的 外边都看不到了 只能看在中间就好 虽然是虽然是在中间压的 但是看不到外侧 因为他这个视神经交错交叉嘛 一交叉了之后在中间压 看不到外侧 这个是这叫勾扇 这什么叫勾扇什么意思呢 就是脑子里或者流血了 或者肿瘤了 怎么说怎么说吧 就是压破脑子了 这边因为脑子是硬的嘛 脑壳硬的没地儿没地儿呆了 有地儿压的话就只有从往下压 这边脑子或者说从右边压的就往左边走 这样的话呢 在压的过程中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三号神经从这出来 这有一个血管 这有血管 脑子要再压过来 那他跑不了了 他这边也堵了 这边堵了 那脑子压过来 就把这三号神经压着了 压着之后呢 要不然怎么看 人家看人家这眼睛 脑子有没有流味 或者说这个 通口没有放大 什么重要 因为 因为这个神经压着之后呢 这个通口就大了 就比这边大 而且他控眼睛那个肌肉 控制眼睛肌肉 那个力量也小了 他这个就睁眼 就抬不起来了 所以说你把这个抬起来 这样的话呢 你检查这个脑子里 有没有流 或者脑子里有压力 有不大不大 这人是不是摔倒了 撞了脑子了 脑子已经不省人事了 他在脑子里出没出事 你看他眼睛里 所以说看他眼睛 就能间接的猜 他里头是不是压力大 这个病人 18岁一个 那个 肿瘤的 不是 这个 这个 不是肿瘤 这是那个 棒球 棒球打到眼睛这儿了 因为那脸框 周围的骨头很细 很薄 所以说呢 眼球而不是爆裂 而是那个骨头线 所以说你 虽然说眼睛打得很厉害 但是眼球对没破 比如这个吧 我这个病人 我把这个皮肤 把他拿掉一些 你看他骨头 刚才就是 刚才这个就是CT做的 因为现在CT做的很好 就能三维合成了 因为清晰度很高 把他这个骨头 就能看到 这儿骨 这儿骨都骨着了 这儿骨都骨着了 这个是 这个病人 这个喝酒了 病人 起床的时候和那个被子单 缠一块去上厕所 被子单给拌着了 脸就撞到那个 木头床的架子上 然后 脸被撞着了 然后这块骨头 应该是连续的 这下来了 这是正常的连续的 这是骨头 然后骨折了 有时骨折呢 如果这个骨这个鸡肉呢 跑在骨折这里块呢 那就给压住了 那等于说 这鸡肉就 就好像给那个 撵着了 就好像门似的 撵着 撵着之后 就动不了了 所以这人只能往 往上看或往下看 都不动不了 因为因为 他这个鸡肉给抓着了 所以这时候 这个病人就得 要做手术了 把这个眼睛才能动 转了 要不然的话 你要是这个眼睛肌肉 都能动的话 这个骨折 可能就不需要做手术 来那个 来修复 正好这鼻子 他也 骨折了 鼻子都歪了 正是正常弄了 所以 刚才装的 装到这边了 要不做手术的话 那你 鼻子里头就一直歪了 只是看上不好看 实际没什么证明 还有这个病人 31岁的一个警校学生 在那个训练的时候 碰上了一个个子大点的合作伙伴 那胳膊腿一挡 打到这个病人了 撞到眼球 这是正常的 这两边都破了 这个骨头应该这样过来的 像这支了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 这个视觉神经 这个是17岁的 在这摔跤 也是胳膊腿打到眼球了 多眼睛 也是没破 这是外面 外面那个 皮肤在这撞 这是一个14岁的一个 蹦床 蹦床 蹦床之后 膝盖的撞上眼睛了 撞左眼睛了 这个人是眼眶骨折 这个眼眶骨折是 骨折在骨折上边去了 也不是说什么时候 都在骨折在下边 也可能在中间 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骨折地方 但是骨折的要是有些 你看这个什么 这个就不显眼 但是实际它骨折很厉害 因为这块骨折 正好是视神经 从这儿过 结果这块骨折 就伤着它的视神经 它就有眼睛看不清了 虽然眼睛没事 但是视神经受影响了 眼睛就示弱了 就是我们那个血管造影的那个屋子 那个人躺在上面 从下面找上来 这是另外一个侧面 这是横着着 这是竖着着 这样的话能知道这个三维结构 我们的接触在哪儿 这是一个大的屏幕 最新的 菲律斯做的 它呢 就是 很好 就是说有什么 那个血管 还有什么 膝形 或者血管 和血管有关系的这些病 它呢 就会看得很清楚 而且还能治 不仅能诊断 还能治疗 但是不好 就是说它第一 还得加进针 还从大腿进针 还是第二 花时间多 而且相对于防射 防射线也多一些 但是好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病人中风了 中风了 正常的是这样似的 血管是血能过来 这边倒是断了似的 为什么断了呢 因为这有血块 中风了 这块脑子就没血了 赶快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进 我们进那个导管 介入防射课 把它血块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这块有血了 以前没血 有血 没血 有血 有血脑子 马上一秒钟 病人在坐在那里 才是说话 他也知道脑子里有问题了 他就说不出话来 一有血就能说出来 我现在给你看的是核磁共振 动脉造影和静脉造影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来扎针了 也不会有这些方面的 什么相应的副作用 比如说这个病人 这是脑子看着我们 这是他这个胸 这是左肩右肩 看着咱们 血管一下 主动脉出来 血管就出来了 看着 血管完 刚才动脉 动脉完之后 过了几秒钟之后 这个静脉就能看见了 回到刚才那儿 刚才是没有 动脉就来了 动脉 那个通过毛血管 通过毛血管过去了之后 那个造影液 跑到那个静脉里来了 就能看到 静脉的这些解剖结构了 这时候静脉也能看见 动脉也能看见 有点乱了 所以说我们愿意 在照片的时候 得抓对时间 我们要照动脉 就是专门 要这种时间 要想静脉的话 你再等等 像这时候 静脉都出来了 动脉 还在有 照静脉不太容易 我们需要高清晰度的 那个影像 才能照静脉的这些解剖结构 现在是有一种叫 叫 vascular 它就是在静脉里 待好长时间 所以说 我可以照着高清晰度 让静脉也能看见 像这个病人做核心控症的 为什么这皮肤扁一块 因为这脑 耳朵上带一个大耳塞子 带耳机子 这个耳机子 把这个脸上压着 压到这块 那耳机就没显出来 这是这个皮肤 我把它皮肤拿掉 就看到里面那些静脉的 脑子里的颅静脉 这些情况 静脉里有时候会有血栓 尤其是年轻的那些吃病药 或者说刚新生而缺水 这些就容易有这种血栓 像我们做完静脉的一些造影之后 你还能把这个脑子转一下 看一看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这个情况 你想看的不同地方 你得转着转着看 要不然的话都摞一块 你看不清 别的有医生 很想让我跟我讲 给他们讲一下 内动脉海绵逗流 就是Carotid cavernous fissula 基本上也是在创伤造成的 创伤完之后 你发现从听冷气 听到眼睛那儿 听到眼睛那儿 怎么怎么有这个 就好像动脉的声音 这就是因为那时候动脉破了 破之后 直接就跑到静脉去了 所以静脉就变成动脉血了 所以说动脉 这静脉本来就没设计 一下来那么多血 一下这个静脉就冲血很大了 冲血很大之后呢 就从眼睛创那边往回走 所以说你在 你在你在这儿听的时候 你就觉得 因为这个静脉 会听出动脉的声音 因为这块破了 可能一般都是创伤造成的 就得把这块堵住 然后不会咬这儿 这就是一个病例 这个你看到经常是这样 静脉的好 那么多静脉的 这个七十百万的 血就有点短路了 就没通过 就是动脉血过来之后 没通过那毛细血管 直接跑静脉去了 不仅是这儿吧 你哪儿 全身哪儿 动脉直接跑静脉连上了之后 那就是短路 短路之后 那块血就大 而且这块 你等于说心脏 出来的干出好多活 没用 因为你的血 本来就给这个 毛细血管的这些肌肉 不是 就是这些组织提供血液 你现在能短路了 你直接就回来了 你没干活 没干活 这就是动脉 这是动脉从这点破了 直接进到静脉来了 动脉进来了 直接还没到 直接就进进脉了 静脉就从眼睛这块出来了 这是眼睛的鼻子 在前头 这是侧面上 眼眶眼眶鼻子 前头之后面 上边 动脉进来了 这个是一个没有病史的 一位42岁女性 早上伸起来 只能征几只眼睛 眼科医生检查完之后 怀疑是海绵痘血栓 丧失瞳孔的光的反射 右眼睛失去视力了 失去视力了 这就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在CT之后 做完之后 我们的重组的虚拟的图像 我结果做完喝东西 发现 这有好多浓泡 皮肤上的浓泡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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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左边 这是它的左边 这些浓泡 是感染 也发炎 我跟你说了 这个 静脉不是可以往回流吗 静脉血在这可以往回流 流回来之后就跑到 那海绵痘这来了 造成海绵痘这块 那个 由于感染而造成这块 就是那个血栓在这 正常是这样 白色 这边是黑色的 黑色就是那个血栓形成了 这血栓不仅在这 还造成脑膜炎 这脑膜是 这边是脑膜已经 您看了一个白条 白线 应该一般脑膜就没有这条 看不清这白线 不那么厚 这边有这白线 就是脑膜炎 不仅造成那个血栓之后 还造成那个脑膜炎 不仅造成那个脑膜炎 还有呢 它 还跑到这个 这个内肚动脉周围那边 使这个动脉 狭窄了 这动脉是这么粗的 这么窄了 而且 而且动脉臂还在这 发炎 那这人呢 要这样堵上的话 这右脑 基本上就中风了 就没了 赶快让它吃 给它上 抗炎的那些 固醇类药 给它 治抗生素 给它 就这么治 它还是继续发痒 这边这边的血栓都压到脑垂体的那个 stock了 结果这是三种抗生素 by the way 脸上的脑膜是MRSA 就是那个 Methicillin Resistant 它专门是抗药 有一些抗药性的那些金黄球菌 所以说三种 三种那个抗生素 给它治 高剂量的那个贵唇 还那个 溶血 就是让它血液 别在这儿 它已经有那个血栓了 它不能带血栓再更多了 就给它溶血 发现之后 还是就还是继续的有那个眼球 眼球那个眼眶的那个静脉 还是有种块 你看看 它这块的眼 这块的 这块那个静脉 就鼓起来了 因为它血回不去 但是它这个 你看这块 让我让它那个 耳鼻喉那边把这块切开了 把那浓泡卸掉 你别的太小了 就大一点的浓泡就切掉 把它牵引掉 放个半滴 这个病人还是有种 这个下一个讲是视觉通路以外的病例 简单介绍一些 这个神经眼科 比如说这个病人 就叫多发性硬化病 multiple sclerosis 做写的叫MS 中国很少见 多发生在20到40岁成年人 我们这边看很多 那个 真是20到40岁成年人 经常那个 比如这个病人吧 他第一天得的是这样 第四天 第十一天 第三三二天 就跟着火似的 刚开始在中间着火 后来也烧 就烧到外边去了 中间都烧完了 开始这个时候 十一天都已经开始上 那个固醇了 上了那个 消炎的药 然后炎症控制了 之后呢 它就不那么大 小一点了 一年之后 你发现中间那块烧完了 那块就 就 就 原来是个好像摔成囊肿式 现在别了 就别了 一个 一根 曲转弯弯的一个中心 这一块呢 周围是受伤 但是没死坏死 这就是一次 这就是这次犯这次病 这就是这影响了 它还有好多次病 这次影响这 那次影响那 稍来稍去的 这人脑子就缩小了 所以说 我们尽量的呢 及时的给他们治 及时的控制这竞争发展 这样的话还能存的 脑子存这些 实际他们怎么得病呢 中间有一个小的那个 经脉 这经脉周围 发生了这个 炎症 你看看 就好像 就好像这是个蜡烛事的 从这中间 以这为中线 往外烧 实际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祸害 就是从这个 Magulary vein周围 开始发的发的炎 为什么 它呢 一般人就要表现 哪是麻呀 哪是哪是感觉的 它要在 和眼睛有关的地方呢 就像这个病人 这30岁的这个 一个女性呢 她得的这地儿 正好 是在这个 第三神经的 那个 那个 发源的地方 在这块 就在这块 所以说 正好影响到第三神经 所以说 第三神经 正好控制眼球 在这 动的一个 动眼的肌肉 它影响了 那 这个眼睛 就 看不清了 往左一看 看两个眼了 因为一个眼球 跟过去了 另外一个眼球 没跟过去 所以就看出这个 是有两个影子 所以说 你也可以查 到底是肌肉问题 还是神经问题 都可能 看这个病人 觉得好像看下血道 就是这50岁的病人 右手的病人 什么叫右手病人 就说明这人是 右手的是左脑 主动 重要 得了一个中风 它呢 早起来8点钟 行了 它看到 下血一样的 那个 景象 它的指示在左眼 左视觉 左 不是左眼 是左视野 实际呢 怎么回事呢 它的右脑 这是中风 很小的中风 这块中风 它的右脑 控制左视野 那左视野 就要向下血这儿 那个时候呢 它感觉到 左边的嘴唇 也开始麻了 它呢 左胳膊 也开始弱了 它在这时候 倒没有头疼 它腿也没有影响到 它的左胳膊 越来越发展了 就是 后来又好点了 它那个视觉 视野的 那个看着下血那事 后来也有好转 它从来没有这个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 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结果是 这个病人 那个 景东脉下窄 景东脉下窄 这块 一个小的 这个血块 飞上来 飞到脑子里 倒上了 吃神经的 这个 视觉那方面的脑子 这个病人挺有意思 59岁一个女的病人 是我们那个 科斯共振的 技术员的她妈妈 他在这儿没自己 没觉得怎么样 他倒是老 好像总是觉得 好像这右腿 是他老站着地走 不是说这右腿自己走 还是老是这个 站着走 别人倒没觉得怎么样 他还能觉得 你这右腿怎么 这看着腿去吧 这怎么不动啊 这规计是腿没事 在我核子共振发现 脑子里这块 有这么一个囊肿 这囊肿的压迫脑子 造成的 你想那脑子里 有不同地方 控制不同的身子吗 比如说脑子这块 就固着肌肉动 这块就固着感觉的 比如说感觉 如果这儿有问题了 就是感觉 这块妈呀 如果这块有 这儿有问题的话 就是这块胳膊 怎么自己在这儿动啊 就是自己没控制 他他自己在这儿动啊 比如说这块控制眼睛 这颗脸 这块控制脸 这人在这 做鬼脸 这并不是他有意识的 这块 因为这块 可能是没长好 或有瘤 或有说 那个小的一个 金丸的 小癫痫的一个东西 或者这边呢 脑子这边 有的这边 这块控制 听神听力的 在这块别人都没听着声音 他人都听着声音 就是啊 就是这个栗子吧 然后普通地板 这个东西呢 就压的 可能压破 他那个腿的那个 那部分 腿那块在这块 结果呢 他呢 那陈经外科医生 想要做手术 把这个拿掉 那个 那陈经外科 猜 这个压破 那个 重要那个 那个脑子 在这块 所以他就准备 从后边 进 做手术 把这个东西拿掉 可是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个功能性核实证 就想查一下这个病人 到底他的这个 这个专门控制肌肉那块 那个脑子在哪 比如说他的正常的右脑 他就在这 他躲脑 我一查 又在这呢 不是在前面 所以说你要从这边进针的话 你就会影响到 所以说呢 就因为这个消息 哎 就使这个 呃 外科医生说 那他就从前面 那个 做手术 把这东西拿掉 就不影响 这个重要的 这个脑子这块 啊 结果呢 呃 我们就推做一个脑白质 那个 啊 去向图 这个图是 不同颜色 就说明那个脑子的 那个 啊 脑白质 怎么连线 左右啊 前后啊 上下 普通的呢 连线 这个就是脑子里都互相连着呢 嘛 这就是那个 互相的连线 就是好像脑外的 脑灰直 就是像计算机似的 中间这块 像计算机 中间的连的那个线 啊 我们是怎么做呢 就是可以 我就比如说 这另外一个病人啊 这个话 就是在这个 我对这个有兴趣 把这个病人 这个这个肿瘤 传出来 可以看看他周围 那个 啊 脑外质是怎么被影响的 是被推了呢 还是被 呃 吃掉了呢 呃 是 反正我们有一些 比较 在高级一些方面的 这个技术吧 一般人是 可能没有机会看到我们这些东西 今天给你们大家看一看 刚才回到那刚才那病人啊 走手术前是这样 正常脑子在这儿 正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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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要的那个脑啊 那个规制在这儿 这是在这边 手术后 把这个拿这个水拿掉了 正常里面还是在这儿 这个这个因为这块这个这个脑种 呃水种拿掉之后 他这些就松快地儿会了 这就脑子就回来了 他就回到以前以前是这样的 现在脑子还在这儿 就是说明啊 就说明啊 就说明 我们这个这个 查这脑子的那个 这个中药控制 手的就是在哪儿 还是比较能同心 呃 证明出来的 就不用不是猜出来的 那结果这个这个 医生就是基本上从脑子那儿 下了一个管子了 把管子放到这个 这个水种那儿 把这水吸出去啊 结果这个刚才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零 手术前是09年9月啊 后来就是09年12月份 手术就这样 现在是这是10年12月份 这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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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0年6月份 哎 没点点电话 啊 挺好 他就是 到现在也没事 那13年现在也没事了 这病人非常高兴啊 因为我经常跟我这个病人 这个核心肤症的一个技术员 经常说话嘛 就知道这个手术非常成功 也没也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又没伤到他正常的脑子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对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们怎么能对我们成为一个总行的消费者 你们就不用去在这诊断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工作 你们是怎么知道怎么怎么叫这个菜 我们好给你做 第一在美国这儿是用那个有一个国家认证的 认证就是说明你这个通过一项一系列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做出来的照片的清晰程度啊都有很多的 能有这个国家认证 所谓国家认证就是美国美国放射科学会认证 美国放射科学会认证 这种东西非常小你你你就要靠高清晰度你高清晰度的话你就得 你就得那个就好像你要是拿一个手电棒在进行找东西你这个光线越亮你越好找这个小东西啊 所以你这个光线亮就是这个高的高厂高厂墙的这个合作功能 一般的这高所别人说我们是高高厂墙的1.5就算高厂墙高厂墙了0.3那算低厂墙1.5算高厂墙像三厂墙就算绝对高厂墙 是特高啊大的大的放射科所提供专科的神经放射科的这个解读一下 因为不是很多的不是所有放射科医生都懂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因为你就有额外的这个训练你才对这方面神经方面有专严这样的话你才看得准 比如说创伤了骨折了有异物了那时候就做CT挺好有炎症了有感染了或者说站位啊 就是那时候就用也是CT但是做加强加那个造影液看得清楚啊不加强就不做不住造影液 造影液是这东西我回来给你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很重要的 研究出处了甲瘤了或者说血管病院了 你也说做合作共振这边是软组织问题合作共振 骨头骨折CT 什么事情给你讲一下什么事加强 contrast或non-contrast 这个呢比如说这个病人右眼睛那个眼神经肿 你看着它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是那个眼睛指的那个我们说来查的后面有没有那个肿瘤 结果呢可能是有肿瘤你看这个这个灰不瘤的一片这是正常的啊这是骨头 这是吃神经这是那个肌肉这块有那个应该有是那个脂肪的那块这块灰不瘤的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它是它是把这个神经给给像钻在中间了还是它把这个神经给推到边上去了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它这个哪是肿瘤哪是石神经了因为它们俩离太近了 你要再放灯墙之后哎这就是灯墙了你就看出来这块白的地儿 这块白的地儿就是这个肿瘤石神经从中间走 所以说那我们就知道一些新的新的知识了啊我们就怎么决定怎么做不做手术啊 比如说这以前这是一个血管你看不出来加强之后你看这血管 不加强这样加强这样 这是加强造影的结果就好像在开了灯似的灯关的开灯了 所以说那也不是说什么事都加强好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加强好 但加强都有这个有对加强CG有那个 也可能会伤肾如果肾已经有不好的话你就能伤肾 或者说也可能是过敏有过敏的反应 这还是那个病人那个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你能看清楚点 这是核磁共振不加强的 核磁共振也加强之后也看不清楚一点 你看这个病人因为这个肿瘤压着这个神神经了 这个是那个石神经 石神经外里有个膜 这俩膜和这个神神经中间有水 这个水就是脑子脊椎液 进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 所以就好像给毒在里边造成了 你看这边就可以回来就没有这个毒性了 就说明这个肿瘤就想要掐着 就想要掐着这些神经似的 这块那个水就跑不了了 这水就跑不了了 这个肿瘤掐在这神经了 这个病人压着这个垂体瘤压着了 时时交叉了 有视觉问题了 该做手术把它切出去 外科问题就是从哪切呢 是从鼻子这儿进手术刀把它切出来 从鼻子这儿切出来 还是从脑子这切 这时候呢 它在做一个高 所谓的1.5T高厂项的一个核子工程座 你也不知道到底 它是在那个纵膜的上边 还是纵膜的下边 就说横膜上边 因为这个垂体这儿有一个横膜 要这个横膜在这儿的话 你就从脑子上面把它拿走 如果横膜在这儿的话 就从底下拿 你要是做高清晰度看 哎 发现这是哪行膜 你这儿知道这个情况了 你发现哦 大部分这个肿膜在这个膜下边 结果就觉得从鼻子这儿做手术 而不是从脑子手术 这俩区别就是我们的清晰度更高一些 3Tesla就更高一些清晰度 清晰度的结果就是看的这个小东西就看清楚 这个小东西就看不清楚 这个小东西的结果就是有对外科医生有没有帮助 是不是对做手术的成功率高一些 当然了 你看得清楚就做的准备的充足充分 你对你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你的准备充分了 你打仗的这个赢的准备就大了 这就是低清晰度的结果 这是高清晰度 你看电视不也是这个低清晰度和高清晰度不一样吗 所以说这种这种open MRI 这种开放性MRI 他们是那个清晰度一般就相对低一点 这个正常那个这些高厂商呢 它是小一点 你看窟窟窟窟它们挺小 所以有些病人会在小空间的会害会害怕 这个open MRI的所谓开放式的呢 他也不前后也没open 他就两边开的大 但是这时候有些人觉得这样的话 就不会在小的地方那么害怕 这种情况那你只可以要求 你可以要求医生给开一些镇静药之前 或者像我就是做核四共振的时候 我进去之前就把眼睛闭上了 在里头可一点不睁眼 所以你看不见的你也不害怕 里面这吹着风呢 也并不是说很压抑 但是风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不睁眼就行 比如这小的这个病人 你这看不太清楚 模模糊糊的 这个病人你能看高清晰度 而且额外的有小嘎嘎 但是你这几个小bump 小不平的地方 你要是清晰度就近 你就看不清这 结果实际这就是病 你要是这些东西看不清 那就看不清 诊断不出来病 以前的时候这个东西是30万一台 这个合同战士大高产人300万 差十倍的价子 CCT也是 以前是那四层CCT的时候 有些的围影 就你看这些黑白这些黑色的东西 使你看这个脑干里面看不清 同样一病人高排高排数CCT 在这边能看得清 就能知道这块有没有病 以前是你有没有病 我都看不清 所以根本就这出来 这根本不出来什么病 还有一个事儿是 你们要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病史 要是全的话 我们就给你们服务就更好一点 比如说这个病人 这是一个做胳膊上的一些 一个X光 看着好像没骨折啊 他是到底哪疼啊 那之后呢 历史说病史说 那个球打到的胳膊这块 这有点疼 你仔细看看之后 你看哟 这有一个很弱的一个小线 仔细看 就是那 那个骨折就在这 我之前要没有这个东西 很不容易看到这个骨折 你要跟我说指这个 这个小箭头指这之后 我就知道 仔细看这 所以说你们咱们配合起来 才会给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 配合就是你把这个信息传过来 我好知道是你们怎么想的 在美国这边的那个 神经放射科的医生 花很多时间才能当 四年的本科医生 不不不 四年的本科学生 学什么都行 但是你得把那个 医学预科的一个处理处理化呀 什么那个生物啊 什么生物化呀 这都得学好 考试考进医学院 又四年 大家都各个他都轮转 出来之后 当一年的那个实习生 可以 已经有医生执照了 但是只是在医院里做住院医生 头一年 我做的是内科 也有人做外科 按照再做四年专门的这个 发射科的一个住院医生 按照考试 通过这个特考执照之后 再做一到两年的那个 Fellowship 那个研究员的一个训练 所以说 这个训练多呢 不好的就是时间太长 好的就是 确实这个 这方面知道的做 提供的服务 对 实际对我们来讲 是 神经外科呀 动手 他们这些人 知道我们的服务重要性 我说错了 他们的结果就不好 而且他知道我说错了 就下回就可以不找我了 因为 他们 会看得出来你说的对 或者说错 所以说 也是 逼着我们要说的准确 你看这眼睛 这个病人在这眼睛 看着咱们之心 这是给我提醒我 该总结了 你们眼科看不到的 我们放射科 神经放射科 基本上都能看到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给你们提供一下 我们医学影像一些工具 我们回顾了一些 眼眶周围的解剖 和病理 而且还能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们现在诊断的能力 清晰度有多高 最高的清晰度能量 也不是说清晰度能量高到无限大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不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那糖尿病的东西 就好像你要看那个 这个屋子里这个电线 只要好像没有被老鼠咬掉了 我们看哪都差不多 但是说我不能保证 那里头电线都通了 现在我们只是跟你们说 这个电线是不是外表上看的还行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视觉通路呢 以外的这边呢 还介绍了一些神经眼科的东西 如果你要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者 对我们来讲的话 会一定会 对你的工作也好 对我们工作也很好 所以你以后你要能帮我们的话 就是提供大量的历史 详细描述你想关注的地方 你特别是说告诉我你不外音 避体神经避体神经 说错了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帮我们 就是我们的 你告诉我之后 我就脑子会在你想看的地方多看一些 给不给那个加强造影剂 最好有我们定 因为我们对这个具体 因为你给我历史之后 我就能替你决定哪一套 或者说先给我们打个电话 很多也对你帮助 我以前那个 把这个讲座给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还挺喜欢这个讲座 还给我一个表扬信 我还挺愿意这样 所以说 所以说我太愿意 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谢谢 有任何问题可以把发展留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